语言,声音嘛,动物它们其实也都有自己的声音,只是说我们听不听得见的问题,次声波,超声波,就我们通常都听不到,语言其实是后天形成的嘛,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不会说任何语言的,我们只会啊啊啊啊的哭,后天慢慢的听,听周围的人有说叫妈妈叫妈妈,然后慢慢慢慢他才理解,好比他听到的声音,他再去用相似的方式去把它发出来, 所以为什么说天生如果是龙人的话,他是不会说话的,因为他听不到这个声音,他不知道怎么去发出相同的震动,来发出这个声音,那所以龙大部分都伴随哑嘛,对,倒不是说他发不出来声音,可能他生态是可以,只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对,所以那些龙哑学校才都是把那些教你嘴型,让你看嘴型,让你看我的嘴是怎样的, 然后你做出相同的嘴型,然后去近似的感觉,好像发出这个声音一样,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震动嘛,只是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它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底,就是你不自觉,就是你下意识发出来声音,就是像小时候你刚声出来,你被动哭泣的那个声音,就是啊,就是其实是啊啊,只是他嘴张大变成了啊, 你要是嘴,如果变成公形了,它就是哦哦哦哦哦,其实它是一个基础声音,就是好比不经意你被人吓了一跳,啊,就是我们吓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啊,就是这是一个基础声音啊,你这个啊的胡有点长了,下意识发出来的一些声音,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本能声音,就好比动物的一些本能声音, 语言我们先单放一边,我们先来聊这个本能的一些声音,举个例子,你被打针的时候,疑生把那个针头扎irie你不是哦哦哦应该,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就是本能发出来了一个呃呃的声音,那个呃呃的声音或者是对我,我可能就是啊,就是你玩过山车的时候,大喊,或者你对着铁路对着过来的一个火车喊啊,通常我们都会用这个啊的声音 就是这是属于比较本能的声音 这个本能的声音 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的 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发出这种声音 都只是为了把你妈妈叫过来 小鸟也是 你在找群 饿的时候就开始 然后猫就会 一直叫妈妈 这种都是本能的声音 这种声音 它一是招别人 二是招妈妈 这个声音还有一个作用 有没有发现 当你疼的时候 我就会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病人通常都 爱这个声音 哀嚎吗 对 这个哀嚎 我认为它是治病 就是要么为什么说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要叫出来 你要叫出声 你害怕的时候 你要叫出来 这叫它就缓解了 你的所有的害怕情绪 紧张情绪 还有你身体可能有问题 其实声音是有疗愈作用 要么为什么现在有人 搓那个波 送波 对 送波 搓那个声音 这种振动 它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 这种振动 因人而异的 就因为每个人 频率是不一样 我们说 好比打坐的时候 你要发出一种那种 就是你本能的一种声音 是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的所有的细胞 在振动 运气的时候 你气运到哪了 这个振动才会到哪 因为我们的发声的原理 因为我们的发声的原理 就是要有气流 然后我们的肺 我们的肺把这个气挤出来的过程中 就是肺 就是这个空气有流动 它才可以出声 不然你试一下 你不呼气 不吸气 你想办法发声 你试试 是发不出来的 所以气是一个根本 就是发声 必须要有的 就是一个流动的气体 当你能感觉到 你这个气体 在身体里运作的时候 如果你伴随 给它一个 这种能帮你疗愈的 一个声音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 治愈你自己的任何问题的 发声和说话 只是为了传递信息的话 那就有点太大材小用了 因为我们的眼神也会传达信息 然后你的气味也会传达你的信息 声乐家 或者是说 就是玩音乐的 就是这种 比较清楚这种声音的频率 或者是从乐器里面 越弹越出来的 或什么 就是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 这一群人 我觉得他们很敏感的 他们真的可以敏感的 听得出来说 你现在发出这个声音 当然你是什么样的情绪 他们可能 维度开的比较多嘛 比我们多开了一个 因为他们是专业 震动 对震动敏感的维度 可能音乐人 他更容易看到 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吧 感受 对 因为他对震动比较敏感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自己花时间去了解 适合你的频率 就好比你自己去 要么为什么 人说六字真言 哦妈咪 你经常去发这个声音 它是会帮助你身体的 就是这里头 可能就是有适应 适应你的频率 当你发这六个的时候 你保险里头 有一个字是适合你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东西要试 就是好比 你想一直发某一个声音 你觉得这个声音 你发完最输入 他们有些人就喜欢在外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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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直 我们那天就碰到一个嘛 就是他可能就是找到了这个 他哦... 哇 他就很爽 他的整个身体 他就觉得 血液也通畅 什么都通畅 我们现在不是 就是有一个技术是声波振动 然后让你的血管畅通 不是很多人现在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 它血管会堵塞 就是有血脂这种垃圾堵塞你的血管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方式也是振动 把那个堵塞的东西给它打开 那为什么你不试试用自己的声音振动 每天帮助自己去振动一些 这比你彻底堵了 你去医院找人给你疏通 不强多了吗 你每天去溜弯的时候半个小时 你就一直哦发出你认为让你最舒服的声音 是不是你每天其实都在疗愈你的身体 就像猫有一个猫有一个它自己的 哦哦哦哦哦的那个声音一样 我们都觉得那个声音是可以治病 你带着它旁边你就很舒服 咕噜咕噜 就是一个 你挠它它很舒服嘛 你都咕噜咕噜嘛 有微微声音 其实我觉得动物它们都知道 这个声音是对它们身体 好的可能他们平时自己都会发出这种声音 来帮自己缓解一些情绪也好 还是帮自己治愈 心情不好 是不是发出点声音 让自己心情变好 为什么说女人比男人的寿命长 是因为女人说话 女人爱说话 她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了 就有点像你受到 就像你受到惊吓 你要叫出来一样的 你疼了 你把这声发出来 不能压抑 你就觉得不那么疼了 然后女人呢就很喜欢聊天说话 所以爱说话的人 她普遍她的心情比较好 她不容易压抑嘛 她把它宣泄出来 其实因为可能有可能你说 你今天说了这么两三个小时的话 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语言的频率 是帮助你的 就是可能你说 就是我说现在这一句话里头 可能有那么一个字的一个音 是能帮助到你的 你说的多了 你身体自然就好了 要为什么那些 你看阴郁的人 就是有心理疾病的 或者是状况的一些 他们就是不爱说话 就是反而那些爱说话碎嘴子的人呢 通常就是好像没有太多心理或者身体的 因为他排毒排得更好 对 这只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说话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重点是你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说一些正能量的话 就别说那么多 谁家常理短了 说人坏话这就不要了 这个比那个你还不如不要说话强呢 就是说点好话 让别人开心的传播一些正能量 所以搞不好有一种音律 有一种频率是可以针对想减肥的人减肥啦 想变漂亮的人变漂亮啦 对